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紅潮禁聞》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28號星期五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刀把子再調整 習近平的身邊人或成為新的威脅 美國禁止李家超參加APAC會議 中共強烈反對 中共火箭軍遭到大整肅 專家表示 中共政權非常不穩 來看詳細內容 根據中共黨媒的報導 27日通過了由原深圳副市長劉國洲 接任中共廣東省公安廳長 這個任命讓外界的目光再次投注到了 中共公安部長王小洪的身上 原廣東省公安廳長王志忠最近進京 出任公安廳特勤局局長 空出來的公安廳長一職 現在由劉國洲頂上 劉國洲是河北人 早年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任職 是王小洪擔任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時的舊部 自從王小洪去年正式取代了趙克志 成為中共公安部部長之後 全國31個省的公安廳長已經全部換了一遍 大批在孟建柱、郭生坤、趙克志時期 上位的官員或是落馬或被貶或被調出 留下來的空位是由王小洪鄉中的人選部上 例如上海公安局長張亞洪曾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的主任 當時王小洪是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 張亞洪馬上空降上海 任公安局副局長 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長之後 張亞洪隨即作證 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橫曉帆和王小洪在北京有多年的工作交集 是王小洪任北京市公安局長時的副手 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齊炎君 是王小洪任職河南公安廳長時的河南省消防總隊隊長 公安部副部長陳思源是王小洪掌控北京公安局時的嫡系 除此之外 王小洪的福建舊部陳峰 已經在2021年初秘密出任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的部長 中共維繫權力是靠刀把子 槍桿子 筆桿子和錢袋子 其中的刀把子目前主要是掌握在王小洪的手上 評論人士杜正7月9日在上報發文表示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只用熟人 王小洪也是一樣 近三年來 在清洗孫力軍 傅政華政治團夥的同時 王小洪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大量安排了他的親信 而靠這種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沒有任何約束 只會助長野心家 雖然王小洪口頭上要大家忠於習近平 但時間長了 身邊肯定有人會慫恿他 這支隊伍實際上並不是習家軍 而是王家軍 文章中認為 中共警察系統號稱刀把子 對內鎮壓人民 但在權力鬥爭加劇的特殊政治氣候下 刀把子也會威脅到統治者的本身 未來等王家軍成事 如果台海有戰事 恐怕就是習近平危險的時刻 日前 有美國媒體透露 白宮決定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今年的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在28日 香港政府呼籲白宮 邀請李家超出席這次的會議 似乎也坐實了媒體相關的傳言 2019年 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送中 民主抗議活動 2020年的6月底 中共強推港區國安法 並藉這個惡法起訴了許多主要的民主活動人士 企圖讓他們晉升 在當時 美國川普政府制裁了11名中港官員 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 就是受到美國制裁的官員之一 身為經合會成員的香港 最高行政長官都是受邀與會的嘉賓 2022年 李家超就曾出席曼谷的會議 不過當地時間27日 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報道指 美國政府決定禁止李家超出席今年11月份 在加州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也叫APAC會議 報道也表示 美國對李家超的制裁 不妨礙香港參加APAC峰會 香港可以派出另一名代表出席這個會議 對於相關的消息 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28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APAC會議不屬於任何國家或經濟體 APAC有它的規則和慣例 任何東道主都要按照這些規則和習慣 邀請成員參與 另外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 對美國政府的決定也表示了強烈反對 說美國的做法違反了APAC的規則 違背美方所作出的承諾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也表示 美方對包括李家超在內的中方人員 實施非法無理制裁 現在美方以此為由拒絕邀請李家超 是悍然違反APAC規則 中共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已經提出嚴正交涉 事實上 在今年6月份 美國國會就有跨黨派成員向白宮施壓 要求拜登政府不要邀請李家超 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藉此展現制裁的力量 數十個民間團體也同時向總統遞交了請願信 不斷呼籲美國政府對香港特首下達禁令 大紀元報導引述分析表示 雖然李家超沒有禍邀 但預料習近平會親自出席會議 因為中國的經濟前景大幅下滑 習近平需要親自獻身國際會議 來恢復全球投資者的信心 同時習近平也會藉機向中國國內的民眾展示 他在有效地處理中美關係 但時政評論人士徐永則認為 香港政府改派其他官員出席的機會不大 因為換人出席會讓外界感覺 中共是接受或者是默認了美國的制裁 而這或許也會導致習近平出席APEC的可能性出現變數 中共軍隊當中備受習近平器重的火箭軍 傳出了多名高級將領涉及貪污或泄滅案 被集體帶走調查 最近又傳出了火箭軍的前副司令吳國華死亡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俞宗基將軍對希望之聲表示 中共政權非常不穩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成 先前在推特中爆料 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 於6月26日在辦公室開會時被帶走 姚成指出 從今年的3月到6月底 中共的火箭軍至少前後三任司令 兩個副司令 軍師級幹部若干落馬 但消息仍有待證實 火箭軍是習近平手中的大國利劍 是掌管中共核武器洲際導彈的戰略兵種 也可以說是一支神秘的部隊 港媒《明報》以及海外的中文網絡媒體 自5月以來陸續的報導 前中共火箭軍副司令 現任中共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震忠 以及繼任他的現任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斌 都已經在4月被捕 還牽連到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劇幹生 27日澎湃新聞報導指出 退役3年的中共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 已經於7月4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試試 但網絡截圖顯示 副告日期為7月25日 在死後的21天才發出 引發了外界的揣測與議論 中華民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余宗基將軍對希望之聲表示 發生這一連串的事情 絕對不是臨時性的事件 應該已經調查一段時間之後 確認確實有嚴重的內部泄密 所採取的一種整肅手段 無疑的可以看出 習近平對於中共軍隊的忠誠度 目前可以說完全喪失了信任 當然內部的泄密也不排除是派系之間的鬥爭 余宗基談到 俄羅斯兵變之後 對習近平當然起了非常大的一個心理上的震撼 所以這件事情之後 中國對它內部尤其是火箭軍 當然是忠誠度會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因為去年美國公佈火箭軍的整個兵力部署 事實上就是火箭軍內部有嚴重泄密的情勢 余將軍表示 其實不僅僅是火箭軍的忠誠度出了問題而已 前不久包括戰略資源部隊的副司令上洪 也被逮捕接受調查 再往前推 中共中央辦公室兼中央警衛局局長王少軍 也是突然之間神秘的死亡 而且是三個月之後才宣布他的死亡訊息 余將軍認為 從這件事情延伸來看 火箭軍對習近平要完成所謂的偉大的中國夢 他是第一優先 可以直接對台進行攻擊的王牌軍隊 理論上來講應該忠誠度是不能有任何的餘力的 因為火箭軍掌握了核武的發射的這些武器和裝備 對外來講當然可以嚇阻美日 未來如果台海發生戰爭來支援台灣 如果習近平不能掌握這個軍種的話 那對於他的政權事實上也是相當危險的 從中共外交部長秦剛被免辭到吳國華可能被自殺 余將軍表示 雖然習近平已經是三連任 但從這些事件來看 他的政權非常不穩 他表示 從外交陳警最重要的外交部長 重見落馬也沒有對外任何的一個說明跟交代 然後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甚至軍衛局這麼重要的負責人 他的死亡竟然遮遮掩掩 沒有任何的說明跟解釋 只是事後想辦法去找一個理由出來搪塞 試圖掩蓋他內部軍勤不穩 政權不穩的一個實際的狀況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匪珍的採訪報導 中共從1999年7月20日開始破壞法輪功至今 法輪功學員們仍然堅守著真、善、忍的修煉理念 提升道德、贏得世界的贊同 六四網站的現任負責人王晶日前向大紀元稱讚說 中共暴政不僅沒有嚇倒法輪功學員 反而更成熟了 修煉人數日益壯大 王晶表示 今年的7月20日是中共鎮壓法輪功的第24年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 法輪功人士遭遇了一場普通人難以想像的浩劫 而且這場浩劫還在持續著 王晶指出 法輪功人士所受的傷痛是雙重的 不僅持續被中共以最殘忍的手段迫害 還要忍受著來自眾多因為中共洗腦而不明真相的中國百姓的誤解 但事實上 法輪功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好最優秀的功法之一 大紀元報導說 十多年前 王晶為替冤死的二姐維權 遭到了當局的打壓 這讓他逐漸的認識到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他後來加入黃旗創辦的六四天網 成為了一名公民記者 然而 2014年的11月 在吉林 他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 並被判刑4年10個月 在長春監獄服刑 直到2019年9月才獲釋 在監獄裡 他結識了法輪功學員 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了善良 平和 傳統的道德理念 與中共誹謗宣傳所展示的完全不同 他也因此陷入了一種思考當中 王晶說 歷經24年的迫害 法輪功人士以不屈不撓的精神 征服了更多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認識到了天滅中共的深刻內涵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由衷地敬佩李洪志大師 和他的眾多法輪功弟子 他感慨地說 不得不承認 法輪功學員用自己的血水 淚水和汗水 彷彿在燃燒自己的生命 救贖著整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 中國人民虧欠法輪功學員的太多了 這期的紅潮禁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